做過 就是一個Cycle form 這個Cycle form我就輸入半徑之後 按個送出 它就會自動幫我完成 結果列印出來 在這裡 OK 多只有多這個 你不要看這沒什麼 以後這每個都很重要 你以後這個整個流程 架構 都要很快把它做完 你才有辦法再產生資料庫 新增那些東西 OK 如果你這些都熟練的話 說真的 弄一個網站 其實很快 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這大量 以後 如果客戶那一端的東西 你過來 很快弄 承受出去 其實這個 效益還蠻大 而且做一個案子的 費用也不低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以後要接 Jungle的案子 會不會有 一定有 以後的話 你把它量產 其實 很快喔 對不對 如果你要 收入要比人家多的話 真的要 有一些專業 是別人不會的 好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就是 輸入之後 按送出 他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那這裡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喔 一一定要產生一個什麼 Ui 一個 FORM OK 所以基本上 如果要表單的話 第一個 你要先建一個 表單 那第二個的話呢 送出的時候呢 送給那個 Cycle 2 的A1 去接 所以基本上 接的部分呢 因為剛剛已經寫好了 所以不用管 主要我們是要 建一個 表單 那這個表單呢 其實前面我們好像有做過什麼 像那個 H H1 HFORM 對有沒有 你會發現HFORM 輸入年你按送出 他一樣可以完成 可是你會發現都一樣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我教各位 乾脆呢 第一個 你的那個FORM怎麼來的 所以那個FORM 我這個FORM 基本上 我是拿那個 剛剛的 HFORM 這HFORM 其實 複製 貼上 我先把那個舊的 這個把它 把它滴掉好了 OK 然後呢 直接把它貼上 這個HFORM 這個 或著裡面的 程式碼 負貼上 所以以後是不是可以產生多一點樣板 如果你每個都有 你就拿來 稍微修改一下 Cycle 字不要打錯 Cycle FORM 可以不要2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就有一個Cycle FORM 然後把HFORM關掉了 改的話就是把什麼 請輸入半徑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大概就是把 之前 的那個 Cycle的 部分 拿那個 就是年齡的部分拿來改 改成半徑 然後這邊的話一樣 把這邊改成 半徑 好 這樣的話呢 另外第一個 這個OK了 所以 名稱改完之後 特別注意喔 你不是說就把它存檔 一執行 掛掉 為什麼 第二個 因為你還沒改 兩個東西 我剛剛一直強調 對有沒有 Action Action 你要丟給誰 Action 因為傳球 這邊的話記得 傳給誰呢 Cycle 所以Cycle的話 記得要Cycle2喔 Cycle1是傳 網頁的那個斜線 第二個 Request的引數 那我們如果要傳的是 那個問號 A等於20的話 一定是Cycle2 那Mensure的話 一定是Get OK 如果你這邊改Post 上禮拜講過 你也可以改一改Post 看看 複習一下 應該還有印象嗎 Post改三個地方 三個地方而已喔 待會你可以試 再來的話呢 InputType的Name 有沒有 Name我們是用什麼 對 A 所以 這個要很熟喔 為什麼用A呢 你看Views 我們Cycle2 這邊不是有Get 後面不是一個A 特別特別特別注意 這個名稱要跟那個名稱要Match 因為現在只有一個文字欄位喔 因為現在只有一個文字欄位喔 以後如果你有很多欄 因為會員資料 實欄的話 你 你如果兩邊不Match 只要一個地方出錯 很抱歉 城市就錯了 所以呢 每個地方都要很小心喔 OK 然後呢 把這邊 改完之後 Safe就可以了 Safe就可以了 Safe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產生了一個 這個叫Templates 就樣板 OK 那我們就是 現在連過去 可是連過去 他 找不到他 所以怎麼辦呢 假設我現在 沒有加 所以接下來要View Views裡面的話 其實只要做一件事情 其實你可以拿之前那個什麼 BMI的Form 其實裡面大概就改兩個地方 把這一段複製之後 這邊因為我叫Cycle Fone 所以我這邊把它改Cycle 這邊的話實體的路徑 這一行其實 主要的 作用就是說 當我連結到他的時候 我把它轉移 我的網頁 到這個網頁而已 OK 所以基本上 那我就把這一個 這一段 把它複製貼過來 改這個Cycle 改這個Cycle Views如果要作用的話 一定還要到 UIL 所以UIL的話 你要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 CycleFone 當我輸入CycleFone的時候呢 網頁上面輸入CycleFone 它就會轉到這個 View 這個View特別重要 我的習慣 上面如果 打上去之後 另外一個方法 可以把這個 豆點 順便 複製到上面去 反正 這邊有 上面也要有 如果上面沒有 它就會出現錯誤 OK 如果細節都沒有做錯的話 那 恭喜你 就 大功告成 在最後的話 如果都沒做錯的話 你就在這邊打一個 CycleFone 它應該就會 先幫你轉換 CycleFone輸入 這個是UIL 對不對 UIL就會呼叫那個View 那個View裡面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轉換到那個網頁 就把那個Template 叫出來 OK那個流程 應該有在腦袋裡面有那個流程 Enter 他就把那個網頁調出來了 那我就輸入半徑30好了 Enter之後的話呢 我就傳給CycleFone 2 他的那個 後面傳一個30 給他 有沒有 他這個A 接到就用get 接到之後 幫你串完之後 算完直接丟到這個 出現 OK應該可以了解 反正 這個除了要了解 要熟 所以請各位自己動手說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